日本的一名高中生日前闯入了一家中学 对一名60多岁的老师连捅束刀导致对方重伤 嫌犯随后向警方表示 只是想杀人 不在乎对象是谁 这名涉事的高中生只有17岁 他一号中午持刀闯入了齐玉县一家中学课堂 据报 事发时 课堂内的学生正在考试 监考老师见状之后就立即上前尝试制服他 他最终被赶来的其他老师合力制服 随后 被警方以杀人未遂的嫌犯极常逮捕 监考老师的手臂和腹部等被砍多刀 受了重伤 但是没有生命危险 据报 嫌犯并不是事发中学的学生 也不认识监考老师 他共称 只是想杀人 不在乎对象是谁 他说 自己曾经杀过猫